所以这杯拿铁呢 我们觉得非常的意外 完全符合我们喜好 追踪IG 订阅YouTube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AD咖啡 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2020刚开始 其实就发生了 非常非常多的突发状况 但是呢 对我们来说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一杯好咖啡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错 像平时我们在家里呢 都是以手冲咖啡为主 但手中咖啡的变化就有点少 如果家里有一台意识咖啡机 就可以让生活更有歌调 真的 不过像我们之前 就有去咖啡厅体验过 半自动咖啡机 那我们压出来的咖啡机 其实喝起来就有一点点 不太好喝 因为要制作咖啡这件事情 还是很仰赖咖啡式的技术的 没错 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各种的咖啡机 而我们觉得全自动咖啡机 是最适合我们的 因为它不需要填压 因此呢 选择一台简单好用又好喝的 全自动咖啡机 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 就是菲利浦的全自动咖啡机 然后我们会用它来制作两种饮品 然后让我们日常多点乐趣 是的 好 就是这台外观时尚 而且轻巧不占位的菲利浦 对 而且它的触控面板就是非常直觉 就不管你想要哪一种饮料 其实看它的图示 你就知道要按哪个按键 像这就是义士一杯两杯 然后美式咖啡一杯两杯 然后它还可以出热水 热水还有蒸汽 对 也有打奶泡的蒸汽 那这个面板对于没有使用咖啡机经验我们来说 其实就真的是非常好使用 对 而且使用机器最怕的就是清洁 那像菲利浦这台呢 它的冲煮器可以轻松的拆卸 对 只要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那平时手冲的器材很多 但菲利浦的全自动咖啡机 只需要清洗冲煮器就好 时间节省非常的多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用它来做一杯拿铁 因为这是我们平常 平时很难喝到 对 我们都用手冲 所以平常没把它喝到 那像它下面的就是奶泡气 那只要把这个管子进到牛奶里面 就可以打发牛奶了 非常的轻松简单 对 那牛奶在加热打发的过程中 它就会变得更加香甜绵密 然后那个奶泡管啊 就是用完就要洗 那我们这次选用的豆子呢 是浅焙的椰加雪肥 它闻起来非常的不错 带有一点点花生的味道 对 那像你只要按它的这个 Espresso的按键 它就开始摸豆萃取了 那像这样的现磨咖啡 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咖啡只要先抹开了 它的香气就会开始散失 对 那这台使用的是陶瓷研磨器 低温研磨 而且可以避免过热 影响到咖啡的香气 而且也比较耐用 那它就可以自己调整 研磨度和水量 这台机器也会自动调整哦 因为每一只豆子的软硬度 和颗粒大小都不同 所以机器会自动修正 研磨速度和力道 它在刚才的萃取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预浸的过程 那这有点像是我们手冲的闷蒸 那它可以让萃取更加的平均 然后它在过程中 是用15把的高压萃取 这会给咖啡带丰富的Cream 是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喝看看 这杯拿铁 虽然我们刚录影有点久 所以它有点小泡 但这样子的咖啡果香非常明显 毕竟是用你家雪菲的咖啡豆 然后喝起来层次就很好 那这次的奶泡也非常的绵密 非常的香甜 而且奶味完全不会强气 真的 因为像我们平时就是喜欢浅焙啊 然后喜欢水果掉清的咖啡 对 但拿铁真的比较难看到 这个掉清的咖啡 就算是去咖啡厅 也要看看这间咖啡厅 有没有适合的选项 是 所以这杯拿铁呢 我们觉得非常的意外 完全符合我们喜好 真的 然后所以除了这样的基本饮品 我们接下来还要用这台咖啡机 去挑战 Aphokado 那Aphokado就是冰淇淋加上意识咖啡 我们之前也有做过 那是一种非常适合夏天的咖啡特调 对 然后这次我们选择冰淇淋了 因为这次要搭配的咖啡 它是比较清甜 然后有水果的香气 所以冰淇淋就想要用浓郁派的 互相互补一点 让它有一点更有层次啊 对 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 这次我们买到的口味是 泰飞波奇 那我想象中海盐焦糖 应该也还蛮适合的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试看看 这样子的搭配到底好不好吃 那就是我们刚刚挖一球冰淇淋 然后我们也要加速这个动作 所以刚刚已经脆好espresso 然后就给它倒进去 然后因为这个咖啡是水果调的 所以我也想要增加这样的调性 我们就去买橘皮 橘皮 然后像这样橘皮只要在 就是冰淇淋上有去一点点 它就会喷出橘皮汁 橘皮油 对 让这杯Afegado多了一些橘子的香气 喝起来应该会更有层次 真的 那我们就来喝看看 橘子是对的 超香超香 真的很香 其实光闻就可以闻得到很明显的橘子香气 对 对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吃到 我觉得它有一个焦糖 泰杯糖 然后这样喝起来味道超丰富的 对非常棒 很像泰杯糖拿铁的那种感觉 对 它整体的味道融合得非常好 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真的 简单方便 简单方便 我们刚才做完 一分钟不到 对 像在这种不太适合一直出门的时刻 有一台自动咖啡机在家里 真的会让喝咖啡变得更容易 对 而且可以在工作之余享受生活 最后要来问大家 如果家里有放一台全自动的咖啡机 那你会做什么样子的饮料呢 你是想要做经典好喝的拿铁 拿铁派 还是你喜欢做一些创意的饮品 创影派 创影派 欢迎在天下留言跟我们说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点个喜欢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那未来我们还会推出各式各样的咖啡内容 因此不要忘记订阅 并且按下小铃铛 除此之外呢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咖啡厅的推荐 以及知道我们平时的吃吃喝喝行程 都欢迎追踪我们的IG 对 然后可以来IG跟我们留言啊 聊天啊 一起讨论 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最后最后有一个重要的彩蛋 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只要购买菲利普 这台全自动咖啡机 就送四张蘸如咖啡的优惠券 所以呢想要购买咖啡机的朋友们 赶快下单哦